中理术 这节课我们表现中理术 中理术是整个植物当中 特征最鲜明 表现起来也略复杂一些 但是中理术有一个整体的效果 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一个中理术的 中理术的 这种结构可以衍生出许多 比如说 三尾葵这样的叶子都可以 像植物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画一颗 然后我们再详细分解 先画中理术的一个主要的叶脉 和树干 有这个叶脉 然后再往上布置小的叶片 线条还是要流畅 大家翻过来 注意一定要把手翻过来 以后我们再详细去讲解一下 大家注意 你看它这个整个叶脉的叶脉的走向 主要是这几片大的叶子的翻转 前后左右的翻转 叶片如果你这笔要长了 那你就画得在画的叶子上面短一点点就可以 手一定要翻过来 尽量保持你的手腕 支持最佳舒服的一个状态是最好 整个整体的一个中理术的效果就出来了 它的整个的结构原理 我们再看一下 有些小的叶子就可以丰富一下 整体的这个一个做图习惯和画画次序是怎样的呢 第一首先你可以先画一个树干 这树干可以是双勾线 双勾线表示它树干有一定的宽度 然后这个树叶 这个叶片呢 尽量是从中间往四处去放射 但是也不能画得太距离一点 距离一点的话 就是整体的就会觉得很假 然后再画好之后 开始画叶片 这个叶片你可以前后上下左右都可以画 整个叶片保持左右对称 但是还不能完全对称 你不可能是左边三片叶子 右边也三片叶子 这样就觉得很假 尽量画得让你觉得叶茂 叶片茂密 而不对称 也不能让人画的感觉 你就有六片叶子 这也很假 就是说你尽量画得要自然一些 我们可以拿前面这个叶片来讲 首先它要是右前方 那我们就保持 左边这半叶子 叶片多一些 叶子这个多一些 现在我们画左前方的 那就应该右边这片叶子 稍微多一些 大家看一下 稍微多一些 然后我们这个是 我是连续的 这个是不连续的 它俩是一样的 当你画熟练了之后 这个叶片自然而然 笔法就可以连起来 这下面也是一样的 好 这边我们也可以画 这边也是从右边向上 从外往里画 这个下壁 那我们这个是从里往外 从里往外 大家发现 很容易不齐 尖缘不齐 但是小的局部可以 如果你要是大面积都不齐的话 就整体的美观性就差了很多 好 这也是 你看 尽量从外往里画 它这个边缘相对说 很容易控制 上面的叶子也是一样 从外往里画 从外往里画 整个的这叶片 这就相对说完整 中间千万记住 不要画的实 不要画一坨 经常我们能看到同学中间画的一坨 黑黑的 就没有好 就很不理想 然后这个 左边 这个是叶子分两边吧 就是里侧和外侧吧 这是里侧 你看 这边我也是从外往里画 因为这样比较顺手 比较顺手 这个要把手翻过来 这叶片就封不起来 还有剩下这块 但我这个叶子画的太随意 如果这样长布置的话 这叶片有点太 有点太翘 或者是整个会影响整体的效果 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低一点 再画一个 也就是再画一个 那你多于这个呢 其实是不影响效果的 怎么能说不影响效果 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次要的 是不是 画一个次要的这个叶片 好 上面我们也可以这样 再加点小的刚生长出来的 好 右边 大家现在看左右是否是对称 现在明显的是 左边丰富 右边好像缺了一块 那我们就把它 右边这个也再丰富起来 但是不能忌讳 这一一二三 加上这个四个是一样大 应该是有大有小 略微大略微小 这样看起来 整体就丰富很多 好 我们把这树干 也相当于画一些 它的明显关系 也有是这样画的 也有这样画 这都可以 画一点明显关系 效果就好很多 好 整个的树干 就是这样 由棕榈树 可以衍生出来什么 比如说椰子树 也可以 一个树干 我们看一下 这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去表现 也还是要先画一个它的主干 像一个香把雨伞一样 支撑着 然后我们再画里边的叶子 一笔一笔的排 但是这个记住 你看我都没有 这个线条都没有连接到这个 干上 这个 这个叶脉上 都要留一定的空隙 线 短 密 有均匀 有层次 有层次 有层次一些 这样显得就很结实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这不是左边两片叶子 右边两片叶子 要打破这种 太呆板的效果 那么就可以在中间 或者在缝隙当中 可以略微穿插一些小的叶子片 来打破这种 这种比较僵硬的效果 看一下 这后面也是一样 这后面就是次要的 就可以加一点 中间是叶过 后面相对说次要一些 整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换点明暗关系 你看它的叶片 只是形状不一样 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还是很方便 或者你画弯一点的树干 也可以 好 由树干 这样的棕榈树 我们还可以衍生出 三味葵 在地面生长的 植物 画法是一样的 也是从地下往外生长 也是从外往里进行抠线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在顺着叶脉的最端外端 往回收线 尽量要有节奏 有韵律 画的熟练 大家能感觉到 整体像一把刀一样的形状 右边一定要把手扣过来 这样扣过来就更加舒服 整体 你看 这边 我左边叶子是 这一个比较挺拔的翻转 我右边 这个左边 就是要弯一点 右边挺拔 左边就弯一点 总之两边让它有点区分 有点变化 如果你要一点变化没有 是不是就很得像假的花一样 假的植物一样 叶子也可以画得严谨一些 也可以画得轻松一些 毕竟我们画的是植物 也不是画的是机械的 机械的产品 所以说画得可以灵活 放松 这边 明显感觉到 左边比较丰富 右边比较呆板 那我们想办法再把它丰富起来 一定你画画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它的整体 注意它的整体形态 就是树形吧 不管是树木 植物 还花草 都要注意它的整体形态 好 这边我再可以再加一个 一定要窄细 这表示它是新生出来的 这里边局部还可以再加深一些 还没看懂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它的叶子 再单独拿出来 进行讲解 大家看一下 从外往外画 往外画 从内往外画 尽量画在流上 一定要流上 来单个叶子是这样 往外出去 从外往里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要有节奏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整体形成刀状 整体形成一个刀状 这个 另一侧的呢 你就可以给它进行 一个 窄面的翻转 表示什么呀 它这是一个 一个形状 一个刀的形状 像一个凹槽一样 这样就可以 好 顺便我们把这个颜色上一下 还是先用浅色开始画气 看一下 也是沿着我们画图的这个次序 从下 上上 它的叶脉的走向 尽量要一面有颜色 另一面是浅色 这两片 左面深 右面就浅 尽量让它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有光 光影的明暗关系 这个也是一样 顺便我们就拿这一支笔都给画上 大家能感觉到 一定要也跟我一起拿笔画 大家能感觉到画的很精巧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下笔方式 那下笔方式 要这个图来说 从下向上 一笔 一定要稳 好 这个外面 这个大一面的叶子 我就可外面往里画 就和我们画墨前稿的方法是一样的 很难的 一定要手要握笔 要稳 一定要握稳 好 我们就 也可以 因为我们的线稿已经很详细了 所以说上色彩数就可以大胆一些 豪放一点 都可以 好 我们再用一个略深一些的颜色 画第二遍 第二遍色彩 第一遍永远是 相对说要浅一些的那个色彩 也是要随着它的叶脉的走向 进行画深色或浅色 好 这边是一样 这样我画两遍 大家对这个印象会更深一些 画棕榈树也好 桥木 灌木也好 许许多种 许许多多的方法 只要有一种画熟练 就好 从外往里 也是按照它的叶脉的走向 好 下一步 用一个更深一些的颜色给它强调 这次画了两遍 这个就变成画第三遍了 我们看一下第三遍和画两遍的效果有什么区别 也算是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画第三面的时候 这个深浅会更加突出 出出 出出树干 我们还是用暖灰5或暖灰7去加 我们还觉得不够 还可以加的更深一些 同样是用绿色啊 这可能是用蓝绿色 可能是玉记蓝灰都可以 在最后一步可以用黑色压一下边 给它强调一下 黑色记住千万不要画得太多 点一下就可以 整体注意一下 处理一下整体就可以了 好 这个椰子树也是一样的方法 可能你用笔可以大胆果断的画 这个是细腻 那你这个就可以画得粗广一些 这就看它植物的在的位置 如果植物在近处 那你就可以画得详细一些 如果要远处 你就画得可以大胆一些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再给它压伸 一些小的局部就可以强调 比如说叶子之间的缝隙 也可以进行强调 还简单 画得还形象 主要是比较快 尤其是手绘效果图 有同学说 我根本没有时间画那么详细 那你就抓紧学这样的方法 下面这个三尾葵也是一样的 表现方式 从下向上 一定要随着叶片的结构走向 进行去刻画 好 好 看我前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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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往里 从里往外 从里往外 画色彩和画线稿是一样的方法 只不过是用的笔不一样 注意一下它的宽展变化就好 你可以画点地面也好 还是它的暗部 如果画这个地面它就觉得太单调了 你可以画点它的这个楼空的黑的地方 好 给它加重 好 我们再用一个略颜色深 略浅一点点的绿色 给它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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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点点声音色 给它有一定的尝试更加强调 好 我顺便把这个叶片也画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是画色彩 当画色彩的话应该是这样 你会感觉到我们用色彩和用墨鉴笔是一样的方法 这边也是一笔画不来 最外面的收回来 笔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你画上墨线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一般画植物都是配合着周围环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